大家好 武甲町底下的約定是最令人有感覺的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先賣個關子 近江邊的新亞大酒店 題字是由文國書法家于尤任所寫的 而這間大酒店曾經是1920至21年 省港大罷工的幹部所住的地方 有一定的歷史價值在這裡 上星期連續兩天 我的另一半帶我們去看廣州的日落 第一天 我的另一半帶我們去人民橋 去看廣州的儲無輝 遲了一點 已經只見到這些余暉 夠雲已經借住了 不過都頗漂亮的 去年仍在建的座椅 現在已經建好了 不知道是甚麼來的 拆掉建築的東西 這個人民橋依然很多人 很漂亮 射出來像三角形 你看看 像珠江面 你看看 究竟甚麼是儲無輝呢 儲無輝其實是雲隙光的一種 當太陽光受雲塵或高山遮擋 形成光暗不同而分差的光線 較易理解我們是叫耶穌光 但是儲無輝和耶穌光是有少少分別的 如果沒有多個雲就很漂亮 下次早點來吧 看著這裏很多雪 其實就是沙面 耶穌光是沒有時間限制的 但是儲無輝就是代表 特別指出 日出或日落時出現的雲隙光 在沿海地區和濕度較高的山谷 都是觀賞儲無輝的最佳地點 那三角那個越來越收窄了 太陽越來越落去那個雲效面了 越來越後面了 沒錯啊 儲無輝就好像一把線一樣 當你慢慢摺起那把線的時候 那些光線就會越來越收窄 到最終呢 日落就會完成 成為黑夜的了 快點越來越少了 就好像一位演員一樣 當她開始退休的時候 她的星光就開始變得暗淡 而慢慢就形成了 由一盞很大的大光燈 照射出去 慢慢縮下縮下縮下 再縮下 就形成最後的一條 金色的線 很漂亮的 這條金色的線 沒錯啊 的確挺漂亮的 這條金色的線 慢慢伸延至上天的高空 將雲層兩邊左右 分成一半 再夾雜住呢 那套儲無輝慢慢淡化的金光 這個畫面呢 確實都挺動人的 看看整個珠江口 很漂亮的 這裡看人樂是最漂亮的 如果比起香港的海景 當然是香港的海景漂亮 那香港的海景究竟漂亮在哪裏呢 不過我感覺廣州的海景 就欠逢了 但如果你看廣州的日落 沿著江邊那種的江河日下的景色呢 都其實不差的 起碼天空都尚算廣闊 江中都有金剛倒影 還有樹影危我 其實拼湊的畫面都挺漂亮的 今天就是這樣 我們看看周圍 這是人民橋 現在都是車來車 車來車 即是車來車王 第二天我們又去人民橋看日落 我們又是看著整個沙棉島看日落 光線還是很充足 太陽還沒收起它的刺熱光芒 究竟我剛才所賣的關子是什麼呢 我就是想說上星期一連五日 香港和廣州的天氣都非常清朗 天朗氣清 南天白雲 不過不約而同 都是很高溫很熱 今天早點過來 等了它半個小時 其實你又知不知道 在此時此刻呢 我就準時收工 然後去看一個很漂亮的日落呢 無論你在香港還是廣州 我們事先都沒有通知大家 我們會做這個行徑 但是到最後 我們竟然 都是不約而同 想去江邊、海邊 去看一個絕妙的日落 當然啦 我看完日落之後 發覺我還有手上的東西未清 所以呢 都寧願回去我的工作崗位 繼續奮鬥下去啦 日落之所以動人 除了可以令到你有很多片段的回憶 思思的情懷 在我來說 我會覺得 看日落有一種 日落無悔的決心 更加激起你的驕陽壯志 所以 日落給人很多的感覺都是 指示近黃昏 但是我會覺得 看日落作為一位日落大使 但是我都有覺得 日落是會給人有一種 憔悴滿志的感覺 是會有一種 日落無悔的決心 邪陽女氣魄緊壯 做好當下 活在當下 誰珍惜的彩霞 誰會發覺勾起絲絲的牽掛 仍然停留在那分開的可怕 坦白說 我跟另一半都無需要再拍 短短十分鐘都沒有 那個太陽已經有彈眼 變得不彈眼了 光線都柔和了 其實這邊看 人民橋的另一邊 海珠區那邊 是更漂亮 因為配上春光 加上水 好漂亮 還有飛機航道的線 咦? 怎麼這麼巧呢? 我那天看 應該是跟你同一天 都看到飛機航道的線 我看的線 還是打圈的 好像太陽 變成月球那樣 不應該這麼說 是土星 簡直好像土星那樣 外面有一個很大的光環圍著它 這陣子的飛機很繁忙嗎? 那個飛機的線 都很久沒有散 那不妨在上空真的有很多飛機 不斷地盤損 那我真的不知道 今集的時間差不多了 下一集 留一天與你喘息 地心和香港片 下集就是講香港的日落 同一日 在廣州 在香港的日落會怎樣呢? 香港的日落有多動人呢? 會不會真的好像我另一半所說 比廣州更精彩呢? 下集不如大家 和我一起去海港城 一個經常我去的地方 去看日落 下集再會 拜拜